与施永青对谈,今天讲一个严肃的话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是东沙,南沙,西沙,几方面都战文密报 因为无论是美国,或者日本的战艦都在那里游异了一段时间 其实中国方面国家都不可以说他说,因为有消息传出来 说他们都会有些演练在八月份,九月份这些时间 战文是否真的密报,怕不怕真的会拆枪走火 南海主权谁属一直有拗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中国都叫做战胜国 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成员国之一 最初是南海没有正式合约 但基本上在公布上都密认了中国的领海 不可以叫领海,基本上是九段线 是否叫实质控制? 十一段线? 十一段线慢慢变成九段线 但现实南海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七十年代 都是中国的海军去不到的地方 没有足够的艦艇去照顾 有些是被越南占领了 有些被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 我自己认为这些既成现实的东西 如果你要去推翻 就会产生很多争拗、产生磨擦 所以我也不贊成一定要收回那些 但有一些现在在中国的已经控制范围 其他国家都要接受现实 但中国在最近这几年 和美国的矛盾增加 美国就认为 这个本来是他的势力范围 因为中国在书亚文亚武建立地位 所以他就认为中国这种做法不正确 他认为 我想现在如果他纯粹在南海派军难 在书游 是没有 中国都不会阻止他 但是如果他要进入中国领海范围 中国我相信现在就未必会和他开战 但是都会派军难拍着他一起走 警告他叫他离开这个范围 所以就被人觉得 哇 会磨擦 那 南海虽然来中国看起来地图都相对远 但是你说来中国远 要是来美国远 当然是来美国远 如果中国派战难去加拿比海 美国都接受不了 所以当一个国家强了之后 他必然引起原先的强国 觉得他威胁他的存在 所以变成这个存在 他在商业上外交上 军事上各个层面都会出现碰撞 你说会不会打起来呢 我认为基本上不会大打 因为现在有了核武器 一打是两败俱伤 美国对北韩 对伊朗 都未曾出手 会不会跟中国出手呢 我认为机会率是极低 但是 美国特朗普选情告急 选情告急的时候 会不会出位搞一两次冲突 令到整个美国的处境 处于一个很危急的状态 在这状态下 我相信 美国人选特朗普多过选拜登 因为特朗普虽然很多行为 很多人都看不过眼 但是一般人觉得特朗普是 够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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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办法过拜登 那你觉得是不是呢 我觉得他做事是 比以前的秦规道具 那些总统 起码是美国人 会觉得他会有成效一点 硬朗一点 这件事令到我认为有机会出现一些局部地方的速决战 速决战 是 因为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中国之前做了一些承诺 是美国没有做的 做什么承诺 中国说 他自己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话 中国一做发展核武器 中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你不用我不用 我说一ắc 那如果你不用我不用 所以大家都不会在这个有办法 如果是现在 現在不就因为知道你不会用核武器 我就跟你打一场上规则 是 我和你在南海的冰妹 所以核战损口 除非真的是一些很喜欢核诈 附像核降� casi 他自己沒有說,我不會率先使用核武器 但他知道你不用,他就可以欺負你 他在他常規武器,仍有一定的優勢 現在有沒有一定的優勢呢? 埋牙先接,因為中國在一些新的武器方面 他亦都有某些發展 例如那些超音速的導彈、電磁炮等,我未見過 什麼地對空防禦系統,那些人有 但基本上,如果你看看航空母艦 中國的航空母艦,真的跟美國爭一大絕 我也認為,暫時美國還認為自己是有優勢 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 他會短時間衝突,叮叮打完 跟著,特朗普電話到習近平 不要勞氣,大家冷靜些,不要將事情擴大 不要過度react 但就是講條件 但他已經打完 出現這些情況,是不奇怪的 所以我不排除,因為美國本身有些主戰派是贊成這樣做的 其實也有很多評論,就說 其實今次中美之間那個導火線 或者最後一根稻草,就是因為香港問題 你首先覺得這個是不是一個 當然香港未有這麼重要 香港問題不會影響美國怎樣對待中國 美國怎樣對待中國,是因為中國自己的崛起威脅了它 不會說真的美國反對延遲選舉,特區政府讓下它 當然不會,反對派就將這件事講得很嚴重 希望美國下多些壓力,北京會讓步 但北京我的判斷,就不會在這些位置讓步 大家可以談的地方還有沒有 所以就不是談,讓完步 美國一樣都要制約中國 不是在香港問題讓步之後 中國就不會威脅到美國的一個地位 如果不是香港問題的話 你覺得在哪些問題上 雙方還有一些談判的機會呢 現在基本上沒有什麼談判 就算找個大使館過去都不行了 你覺得現在這時候 大使館都關你了,每天都在罵 基本上,美國已經判了中國 美國是他的敵意的競爭對手 中國其實起碼要認為美國是不友好國家 樣樣地整理還友好嗎 所以有排都未收好 美國國務卿都說 尼克森是做錯了 即是給中國加入國際大家庭是一個錯誤 現在要將它disconnect 所以它一直一步一步 即是香港必須面對一個 中國和整個西方系統 不一致,不斷產生磨擦的時代 即是你覺得在這些所謂擦槍走火 或者小型的一些國步戰爭之前 沒有什麼得談的了 擦槍走火,希望不出現 因為除非特朗普真的覺得這樣做 有機會挽救他的選舉 如果不是,不會這樣做 你好像看得相對是否悲觀 沒有什麼叫悲觀 有些人說 中美的問題有很多不確定性 中美問題確定了 有什麼不確定性 即是不用拭目以待 不用拭目以待 一定是矛盾越來越激烈 磨擦的位置越來越多 貿易、金融、軍事、外交、泛泛都來了 即是大家要坐穩一點 因為原來施生都看得比較淡 還有動蕩都可能會有一段時間 好,今天跟大家談到這裏 有些人說喜歡 能夠和我們 ma eg直接做得到 無敬佳